沒錯 現在有大約56%的南韓民眾 他們是支持要發展自己的核武 那原因就是真的很擔心北韓的威脅了 至於56%這個數字是怎麼來的呢 其實它是來自於一個南韓稍早公布的民調 這個民調他訪問了一千多位的南韓民眾 就問說 您是否支持自主發展核武呢 那就有超過一半的人是支持的 不過也有四成的民眾 他們是表態反對 我們先來看一下支持的原因有哪些 其實最主要的原因 您可以看到紅色這一塊 就是因為想要對抗北韓的核威脅 佔了45%左右 那第二個原因呢 您可以看到就是覺得說 如果北韓還有南韓都有核武的話 達到某一種核平衡的話 這對於南韓的國家利益是會有幫助的 不過我們其實也注意到了 這個藍色的部分 其實有一部分南韓的民眾 他們對於美國是不是真的會幫助他們 萬一出事了是不是真的會來幫忙呢 其實是有疑慮的 萬一朝鮮半島發生緊急的情況 那麼就有17%的民眾 他們其實不太相信美國真的會支持南韓 所以整體來看的話是有超過一半的人 他們支持南韓應該要發展自己的核武 在感覺上好像比較有保障比較安全一些 不過另外一方面也是有40%的民眾 他們是不贊成的 那不贊成的原因又有哪些呢 我們來另外看到這個圖喔 那主要的原因呢還是在紅色的這一塊 也就是說擔心如果發展核武的話 會受到國際上面的制裁 那第二個原因的話就是擔心 這樣子會不會鄰近的這些國家 我們的鄰居也都煽動他們 大家都來發展這些相關的軍備設施呢 那另外還有將近兩成的民眾就覺得說 如果說這個南韓發展核武的話 那跟北韓的關係可能會更糟糕 也就是這個藍色的部分 所以覺得說南韓發展核武其實也不見得是一件好的事情 那麼雖然南韓社會對於要不要發展自己的核武 這個看法是兩極的 不過這個議題現在已經是浮上檯面了 包含南韓總統尹錫悦 他其實在今年年初的時候他就有說過 說這個北韓的威脅萬一更大的話 那南韓我們可能就要發展自己的核武囉 這樣子的說法當時也引發了熱議 另外就在上個月首爾市市長呢 他也說了類似的話 他就說現在已經很難去說服大家說 我們不要發展核武了 因為其實北韓的威脅也是蠻大的 好 那下一張我們要繼續來看到 其實擔心的不是只有南韓而已 包括了這個G7 之前在這個開會的時候 他們發表了一個聯合聲明 那這個聲明裡面 他們其實就譴責北韓說 你們不斷地發射飛彈 那第二點的話 他們直接就說了 他說我們其實是不承認 你們這個北韓永和國這樣子的地位 那這樣子的說法呢 北韓這邊當然是不認同的 所以北韓這一邊 他們的外交部長 他就也有一些回應了 那這個北韓的外交部長 他就說其實這樣子的話 這個你們說我們是不承認 我們永和國的這個地位 但是他說即便你們西方國家不承認 但是這個是事實 而且他說我們北韓是會 這個地位是不可逆的 那我們也會持續地發展這樣子的行動 另外呢 他們也認為說 為什麼我們會一直發射飛彈呢 就是為了要因應美國的軍事行動 所以北韓認為說 這是正當的行為 也會持續地發展下去 好那針對北韓這樣子的說法呢 南韓這一邊 當然就也有批評啦 那南韓當局直接說 這根本就是強詞奪理嘛 那也對於北韓喊話說 如果你們繼續發展核武的話 不但是得不到想要的東西 在國際社會上還會更加的孤立 不過大家知道 其實北韓也是沒有放棄的 包括了這個是他們最近發射的 一個彈道飛彈 火星18 那這是一個比較新型一點的 因為他使用的是這個固體燃料 那麼是可以加速飛彈的部署 就是說萬一發生戰爭的話 所以北韓其實在這個方面 他們是不斷不斷地在發展 還有往前進的 另外大家很擔心的就是說 今年會不會是北韓發展這個核勢 那今年會不會再一次的發展核勢呢 而且會是第七次 過去的話其實是已經有六次了 從二零零零年開始 那麼最近的一次是在二零一七年 其實每一次的核勢 都會造成當地的一些地震 那麼這個地震的規模 其實是從四點三 那麼一開始四點三 到後來二零一七年的時候 這個規模已經有到六點三了 好所以說這是整個的概況 就是這個樣子 過去已經有六次的核試驗了 那大家就擔心說 會不會今年就要進行 這個第七次的核試驗呢 那這個部分也是各國都在持續關心的 以上就是我們為您整理的國際現況 更多的國際消息 也請您持續鎖定華視新聞 嗨 我是莊雨潔 想要看到更多的新聞內容嗎 趕快訂閱華視新聞的YouTube頻道 並且開啟小鈴鐺 跟著雨潔一起看新聞吧 韓國際各國際加熱情 天然沒有任何不停 結束 我可以繼續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